连续假期第二天,太阳露脸,花莲天气不错,各个景点都涌现人潮 包括捷安的清修院,还有市区松苑别馆都不少第一次到花莲游玩的游客参访 原方表示,连假首日多数民众不是返乡就是正在出游路上 而星期五、星期六将会是人潮的高峰期 中初连续假期第二天,相较连假第一天,花莲天气艳阳高照 不少市区景点陆续涌现人潮 为在捷安厢的清修院,一早就有不少游览车载运游客来参访 有感暑假中多人潮到访的经验 原方也在连假期间,加派人力鼠导交通并落实防疫措施 这两天我们特别加派人力在停车场以及中药路口 我们清修院的前方来鼠导交通 让他们能够顺利停好车,能够赶快进到清修院这个地方来做参访 那在防疫措施方面,我们还是比照中央疫情的指挥中心 那清修院它算是宗教的环境 以及它是一个人数比较众多的地方 所以入演还是要请大家配合戴口罩,量体温再入场 我们今年第一次来华林玩 对,然后就是来这边租摩托车,然后走走看看这样子 走,走哪里? 出发改 总是比以前好多了啦 对 有一点,但是到那个交通隧道的时候呢 就塞了很久 对,隧道不好 塞了一小时 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是昨天早上 9点 从基隆出发 从基隆出发 到这个人民,昨天下午 另外位在市区制高点的松原别馆 也吸引不少游客参观 所以你们是怎么来的? 开车过来 那么路上交通? 都还蛮顺畅的 因为有错开廉价 就是提早过来这样子 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其实还好就看那个场馆的安排 就有需要戴口罩的话就会戴这样子 就是要去看清真花 可是就下雨 所以影响很深刻 有些民众为了避开人潮与车潮 提前来到花莲旅游 也表示交通大致顺畅 館长罗曼玲表示 廉价首日已有今生游客的参访 周五周六将会是人潮的高峰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